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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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黃泉桂醫師 我本身也是一位口腔靈外科醫師 平常我也有從事 指牙的臨床工作 我們今天要聊的是 數位化的流程 對我臨床的指牙工作 有什麼幫忙 就我個人的經驗 在十多年前我們開始 國內有已經痛病CP 到現在幾乎大部分的診所 或或少都有痛病CP 在診所裡面 我們在事前能夠對 指牙手術的規劃 能夠大大降低我們的風險 跟治療癒後的預測 那越來越後面 又衍生了越來越多的 一些指牙互動軟體 可以讓我們先模擬 未來的TOSESCYD 跟GYSERJOY的循環 那我覺得在這個領域的話 因為GYSERJOY的幫忙 讓我能夠在手術前先 預測手術的過程 和預料型的狀況 跟未來的TOSESCYD 是怎麼製作的 都可以在事前先做一種模擬的規劃 這個是大概在以前非數位化時代 比較難去執行的一個工作 所以現在的手術能夠降低我在手術中 不可預測的一個風險 或者是大概降低未來我手術後 製作processes的一個困難度 或者是意外的情況 數位化有程度來講 比起以前沒有用數位化的時候 幫忙是很大的 風險也降低很多 這大概是我這五年來全數位化流程 在指甲領域的一些使用性的 我們通常用數位在指甲上 第一個就是利用guide 把imprint送到一個正確的地方 尤其是pro做區分 第二個呢 我們常常會把imprint 在只有數位跟軟體之間 有定為imaging profile的升級 那這種一顆兩顆三顆大概可以做得不錯 我們把imprint送到對的地方 我們proto driven 還有我們可以創造一個對的imprint就是profile 現在數位可以做到這三個事情 但如果今天是一個病人全口都沒有牙齒 那黃醫師你覺得現在還有什麼新的用途呢 至於全口無牙的部分 我們知道過去已經有像導航之牙之類的軟體 跟速式可以選擇 那目前我們約定安醫政所說 進行測試中的hold guide 其實對一個全口無牙 馬航大海之中沒有任何釣竿參考的一個命環 物環對於二進關係 或者是單二的壓持的分布關係 跟八般的選擇跟架牙的品牌很難的話 我覺得 事先製作好的一個hold guide的導航 跟事後能夠recheck的那個極致 是一個非常安全而且小的一個方式 所以看來在我們合作數位跟架牙來講 我們可以從一顆兩顆半口到尋口 大致上把蓋子做好握手做好 在數位的整合中真的是比我們以前快度了